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回忆的常界 显得冷清 我却在雨中 居居獨行 模糊著視線 看不清醒 於是我閉上眼睛 我錯過每一個好的風景 沒留下多少愛的嘴 要忘記過去 談何容易 自己的悲傷 說給自己 生死相依我的心 永遠只為你 哪怕耗盡我 一生的勇氣 也許我在夢裡 偶爾也哭泣 醒來穿過身 悄悄地擦去 倔強的淚滴 我 也許我在夢裡 偶爾也哭泣 醒來穿過身 悄悄地擦去 倔強的淚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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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你坐下 咱們坐下說話 你說 我知道 你一定在怪我 你不願意說話 就聽我說 好嗎 好嗎 這是東風大廈 十二年前的那個葬場 你就是在這兒 和素素一起送我汽車的 出租車開造的時候 我哭了 我看著 你和素素的身影越來越遠 我也越來越痛 我不想離開你們 那時候我就想 早晚有一天我要回來 我要把你和素素都接到美國去 這件事我一定可以做到 可這一走 就是十二年 今天我 你不知道 這十二年我有多想你和素素 你沒有資格說這樣的話 十二年 這十二年你幹什麼去了 一個六歲的女孩爸爸不在了 媽媽把她拋棄了 整整十二年 十二年 一封信沒有一個電話都沒有 你在那邊你能安心嗎 你摸著你自己的良心 你告訴我你能每天睡得著覺嗎 沈瑞 沒錯 你說得對我是該受到譴責 回過以前我就想好了 這次回來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到你 我要向你坦白我要向你收出真相 不然我的心裏是不會安寧的 可是你知道嗎 可是你知道嗎 日界當初 也是沒有辦法的 就是剛才出去的那個人 他叫桑梅莉 這一切都是他造成的 當初他欺騙我說 到美國安下家就把素素接過去 可到了那兒我才知道 這是根本不可能的 我甚至連回國都不可能 我沒有錢 沒有工作 只能靠著他的姑媽生活 我天天就像被軟禁一樣待在家裡 我的任務就是 照顧他的姑媽 做他的妻子 可是 我想我的孩子 你想他 那你為什麼不回國看他 你為什麼不打電話給我 我的電話沒有變哪 我一直就沒有變過我的電話 你為什麼不打個電話給我 你決定說 幾年以後 我和桑梅林林林的活 結束了這種幾人篱下的生活 我遇到了一個真心愛我的人 他答應我 會把素素接到美國去 可我還沒有讀身 他卻意外身亡了 他的公司 就全部留給了我 我發誓 我要把這個公司好好做下去 我要在美國打開我的新天地 為了這個事業 我簡直是不顧一切了 我拼著命地幹 我把公司越做越大 越做越紅火 現在我在美國 已經擁有自己的藍天了 我之所以能做到這樣 就是因為 就是因為 有一股力量在支撐著我 我沈瑞 要依盡還向 我要回國 把你和素素都接到美國去 干擾 烂主 瑞姐現在 有這個能力了 真的 说完了 你说了这么多 就是想要把素素 接回美国是吗 十二年 你莫名其妙地就消失了 这么轻轻松松地 说了这么些话 你觉得你就能 把他接回去了 是吗 我告诉你啊 素素不会跟你回去的 我也不会去 我请你 不要来打扰他平静的生活 你是在恨我吗 不 没有恨 早就没有了 如果说我们以前 对你有恨 但是早就没有了 这么些年 我只让素素快乐地生活 所以我在他的面前 从来不提以前的事情 我只告诉他 你要快乐地生活 但是有一点 我确实不明白 沈睿 是什么样的勇气 能够让你狠心 在当年抛下自己的女儿 又是什么样的勇气 能够让你整整十二年 不想回来看女儿一眼 现在居然回来 要女儿 我实话实说 当年你在我的心里面 是一个善良的 是一个善良的 慈祥的女人 是什么样的心魔 能够让你 破坏了这一切美好的东西 你说吧 你接着说 不管你怎么指责我 怎么谴责我 我都会接受 我没什么可说的了 对你 早就没什么可说的 走了 蓝珠 我 我可以见一见素素吗 我在网上 看到她的视频和照片 我想见见她本人 我想听听 素素这些年的故事 这些年 你是怎么把她带大的 又是怎么 把她培养成演员的 你告诉我好不好 你就让我 见一见素素吧 不可以 我刚才已经说过 我不希望你打扰她 平静快乐的生活 请你尊重我 谁闯进了 我的灵魂深处 谁口向了 我的心门 我回来了 素素 回来了 回来了 爸 老奶奶呢 他们出去溜弯去了 叔叔也不在啊 你叔叔啊 一回来就跑到屋里去了 饭都没吃 也不知道他怎么了 要不然叔叔啊 你进去跟叔叔聊一聊 看他是不是 遇到什么事情了 好 去玩 好 你去看看去 好 你去看 叔叔 奶奶说你没吃饭 你怎么了 没事 叔叔 你是不是想一惊阿姨了 你放心好了 我肯定要帮你把她找到 坐 我今天啊 突然 不知道怎么回事 突然想起你妈妈了 你干嘛突然提她呀 我就在想吧 如果 我说如果 要是有一天 你妈妈突然回来了 说要把你带到 美国去 你怎么办 把我带到美国 叔叔 你别闹了 怎么可能啊 我没有妈妈 我就你一个亲人 叔叔 你是不是因为 易静阿姨的事 想太多了 太累了吧 叔叔 叔叔真的是最疼叔叔的 没吃晚饭肚子有点饿 叔叔 吃饭这事包在我身上了 我去给你做你最爱吃的牛肉面 等着 有点 还不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董事长 您就别再为这件事情难过了 这俗话说 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呢 您是素素的亲妈 她不可能不认 这蓝卓 蓝卓是谁啊 她是什么东西 给我们董事长带大女儿 之前我们是给过她钱的呀 我们先是给了她十万 后来又给了二十万是吧 三十万哪 你算算 这十二年合着多少钱一年 给我们董事长带大女儿 我看她是占了大便宜了 好了 别说了 好 蓝先生 来 请进来吧 蓝卓 你快进来呀 这是你当年留下来的钱 还给你 蓝先生 蓝先生 这不是太疼 真是不失财 这不是给脸不要脸吗 还给退回来呢 董事长 这钱您先收下吧 董事长 别为这样的人难过了 你犯不着啊 在这个世上 我沈瑞 就苏苏一个亲人 要不是因为你 我怎么会丢掉我的女儿 可是 董事长您看 我 我这不是屁颠屁颠地 跟着您回来找女儿了吗 要是见到苏苏 我立马给她下跪 我会跪在地上求她 跟您一起回美国 要是 要是她不愿意回去 我 我丧美雷 就不活着回美国 你说够了吗 滚回你的房间去 董事长 董事长 我 我就在房间等着 有什么事 您打我电话 董事长 董事长 您打我电话 好 好 余处 余处 这有个文件您看看 您过目一下 喂 你好 余处长办公室 她在呢 好嘞 稍等啊 处长 一个呀 一个女的 喂 为什么不接我电话 是不是看见我电话 就把手机关了 是不是达达有病了 你说 没事 我们都挺好的 二姨啊 我没想到是你老人家 谁是你老人家呀 还挺会装的嘛 害怕了是吧 余大声 我告诉你啊 你要是以后再敢不接我电话 我就还往你办公室打 这可是你逼我的 是 是 您 您什么时候来城里的 您 您是不是找我有什么事 您说 我说什么呀 我说 都让你赶紧上我这儿来一趟 好 知道了 您进堂城不容易 这样 我手头啊 现在有一些事挺要处理 处理完之后呢 中国请您吃饭行不行 阿姨 好了啊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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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哎 哎 王二姨 农村的心情 文件 您签现在 行了 那我先出去了 哈哈哈 哎 你是不是要死了 我办公室的电话 那是你能打的吗 我就打了 怎么样 要是以后不接我电话 我还打 你是不是疯了你 你找我对面坐的谁吗 那是我们厅长老婆的侄子 你就这呢 你把我折腾死你也好不了 好不了就好不了 大不了于死网破 你以为我这样就好得了了 我告诉你 大声 我现在很孤独 很痛苦 我觉得我被你给骗了 你把儿子抱走以后 你根本就忘了孩子还有我这个妈 把我往这儿一丢 一个星期都没个阴性 根本不是我折磨你 是你在折腾我 李大声我告诉你啊 你把儿子给我抱回来 你要是不把他还给我的话 我就上你们家去 我抱着儿子 我就去你们单位去找你们 你不急抱着孩子你能怎么着 李大声 你最怕谁啊 你最怕的就是两个人 第一个呢 是你老婆 第二个是你厅长 我就抱着孩子先去找你老婆 再去找你厅长 我让你鸡飞蛋打 你看我做不做得出来 好 这就是你对我的爱 是吧 爱 你告诉我什么是爱啊 我爱你 你爱我吗 我怎么不爱你 不是 你知道我现在要多忙吗 我们这个星期有三个非常重要的会议 都跟我们基础教育处有关系 你说我一个副组长我能不管吗 我都忙成什么呀 你心疼心疼我行不行 你心疼心疼我 别跟我说你嘛 这鬼话我都听腻了 我不管 马儿子给我抱回来 你要是不把儿子还给我 你就等着瞧吧 我现在在那个单位挺好的 你们教育厅上上下下的官 我又认识好几个 到时候我就告诉他们 达达是我跟于处长生的 亲子鉴定报告 就在那儿放着呢 到时候你别怪我 老包 你是不是饿了呀 都倒饭不了了 你乖乖地在这儿待着啊 阿姨去给你冲奶粉喝啊 老实点 等我 我一会儿回来 你把孩子抱回来 你 你然后怎么办呢 什么怎么办呀 本来我想让于处长负责 既然现在你不想管我们 那我就只能找你们厅长去帮忙 没说不管了 放开 少来这套 想让我心软 不可能 你说这两个人相爱 最重要的就是相不理解 你既然爱我怎么就不理解我呢 少废话 我要见儿子 我没不让你接 我得给你找机会找事 老婆 对 刚才开会 什么事 你回来的时候带两袋奶粉 这宝宝吃得太快了 奶粉又快没了 能吃是好事 说不定长大了 是吧 是啊 我觉得它长个儿了 长了有两三公分呢 说不定过两天就不说话了 你听 你听 它好像能听懂大人的话似的 听 听着吧 这样我终于有个饭局 我就不回去了啊 好嘞 我出生就回事了 听听了吧 你儿子也长大了也长胖了 这回放心了吧 大生 大生啊 我 我就是想见见儿子吗 你就让我见到她吗 我没不让你见 我得给你找时间 找机会 好 我听得很有事了 我先回去 真他妈嘞 好 蓝先生 我是梅凯影视公司的桑梅林 我想找你谈谈 我们没有什么可谈的 喂 蓝先生 我现在就在你们学校门口 不会占用你太多的时间 只是喝杯咖啡随便聊聊 好 我现在就进来接你啊 蓝先生 今天我是特意来向你认罪 跟你忏悔 十二年前都是我桑梅林的错 所以给你们蓝家增添了不少的麻烦 今天我真诚地表示真诚的谦意 如果你今天让我来是要跟我说这些的 那我可以走了 蓝先生 您先坐下 听我把话说完 我知道 你们蓝家呢 家境也不怎么样 这十二年来把速度养大 也实在是不容易 我们董事长是个知人图报的女人 来 她让我给你们准备了一张支票 这上面有五十万美金 兑换成人民币码将近三百万 我想这已经足够 偿还你们十二年对素素的抚养费了 十二年等于三百万 她的亲生女儿等于三百万 你们是这么算的吗 你回去告诉她 这些钱或许可以买回来你们的自尊 但绝对不可能买回你们的亲情 蓝先生 有一点别忘了 我们董事长可是素素的亲生母亲 我啊 让小郭给找了一个保姆 五十多岁 这两天呢让她去查体 要没什么问题的话 过两天就来上班了啊 这么快就找到保姆了啊 没关系 咱先试试 不行再换了她 我也不能让我老婆太累啊 行 那我试试啊 走了 走 不是我说你能不能戴个帽子 这也为你们家呢这是 好可爱 达达 妈妈想死你了达达 达达 达达 你想不想妈妈呀 看看妈妈呀 达达你为什么不理我呀 这孩子怎么都跟我不亲了呀 看都不看我一眼啊 她跟你怎么亲啊 你瞅你亲的扎牙舞爪 跟个大疯子似的 你别晃得了啊 我老婆走之前 刚给她喂过奶 再把她晃吐过来 快点 快点 慢点啊 好了 儿子 好了 好了 儿子 咱们俩吃了啊 你不看孩子吗 你拿照片干嘛 看看不行啊 说这些女的有什么了不起啊 不就是会写几个字 再过几年 一样黄脸破 喂 蓝主 我陈可 我看见你们家罗一静了 她在哪儿啊 在一小饭馆 她穿吃饭呢 你赶紧过来吧 我等你 我 我马上过来 你赶紧走 我老婆回来 你赶紧走 一会儿我老婆回来 我才不走呢 干嘛呀 是吧 大大 妈妈不走 妈妈再待会儿 快点吧 我老婆回来啦 你整天老婆老婆呢 那女人不就穿得好点吗 我要是你老婆回来 但是有她那条件 我肯定比她漂亮 是吧 大大 嗯 嗯 是吧 大大 大大 是吧 干嘛 给你的 什么呀 算给你的 不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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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也不哭 这谁的呀 送你的 不哭 我问谁给你的 你不说我不要啊 我老婆送给她亲近的 是我先给你的吗 回头我再补一套 嗯 真漂亮 嗯 给我戴上吧 你戴上吗 不给我戴 不要 拿走 不要给我 你干什么呀你 小气鬼 我什么时候还能再来啊 我回跟你打电话 哎 你给我说 乖乖 哎呀 哎呀 过来 好有啊 我说你 你怎么这么快回来了 你把那个鱼狗放进去 哒哒 我又不是个闲人 我还要写作呢 家里来过人吗 什么 什么什么 行了 就跟你说了 男主 男主 这边这边这边 看人呢 看见了吧 被男的亲亲我我的 我跟你说 他水仙洋花你不信还跟我急 现在看见了吧 你等着等我 我进去找他 我跟你一块去 哥哥会陪着你 等等我 听话 不哭了 好吗 男者 看见了吧 这就是你所爱的女人 怎么 罗一进 你不是调走了吗 你可是跟我说 你是蓝卓的拐杖 你是为了那太阳 愿意默默地照耀着蓝卓 怎么着 这怎么回事啊 这位先生 你不知道他马上就要结婚了吗 这就是他的未婚夫 我 罗一进 快得蓝卓这么爱你 你就是一情别念 你知不知道你是中的蓝卓 是怎么找你的 他把整个城市都翻遍了 你说你那么做 你对得起蓝卓吗 你是个水仙洋花的女人 够了 这位女士 虽然我不知道你是谁 但是我请您闭嘴 对 你知道他到底怎么了吗 你又知道我跟他是什么关系吗 什么关系 我叫罗一成 她是我妹妹 是我亲妹妹 她得了恶性的白血病 她在这个世间的日子已经不多了 小罗 小罗 对不起 我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你为什么要瞒着我 瞒着 我做梦都想跟你在一块 可是我没有那个福气 我还能闹你伤心 我不是不告诉你 我是怕你难受 怕奶奶难受 怕素素难受 你不要我 你什么都不要想 你想那么多干什么 你只要想跟我在一起 我是最在乎你的人 我们先去结婚 我们现在就去登记一趟 我 你不能这样做 你要是为我好 你不能那样做 你要是那么做 我死都不会闭上眼睛 不说这样的话 好吗 不说这样的话 你会好好的 我陪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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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患者的哥哥已经说过了 他的血呢 是细有血型 骨髓配型很难 那您这话的意思就是说 就说他没救了是吧 你说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 他只能去等死了 就没有办法救他了 是这个意思吗 对不起 骨髓 我只是觉得我们可以一起再想想办法 哪怕只有千分之一的 万分之一的 多少分之一的 希望我们都要想办法努力地去救救他 不能让他这么死啊 求也没用 血型是个重大的事情 打这种血型确实很难 叔叔 你怎么才回来啊 就晚饭也没事 电话也不接的 男主 给你打了一晚上电话都没找到你 怎么回事情啊 我 我找到罗依静了 你找到依静了 他 他怎么样啊 他是不是变心了 他得了血癌 他得了血癌 没多少时间了 看很快 做了 他什么事 人家 是什么事 你能不能打开 他得了 他说 就是 奶奶 好 兰卓特别好 前几天吧 我还在想 他在干吗呢 今天就在这照顾我了 好啊 行了 奶奶 我这个人啊 没有结婚的命 好好好 今天不能说这些 看到你们都来了 我特别高兴 易静啊 好孩子啊 你是奶奶的好孙媳妇 你咋没有结婚的命啊 这婚纱不都穿上了 这喜悲啊 我们都缝好啊 这一大骆子呢 奶奶啊 还指望着你啊 给我生个又白又胖的 虫孙子呢 奶奶您太着急了啊 您说人家一静都不好意思了 那赶紧跟人说点高兴的事 让他别胡思乱想了 我出去换一杯水啊 这兰卓多好啊 孩子 你要好好的坚强一些 姐 让你开心 谁说人家的心 谁来占据了我骨寂的心 谁有着 古过任性的美丽 谁闯进了我的灵魂深处 谁抠向了我的心门 谁将我陷入天旋地转的境界 谁又将这一切全部都毁灭 突然之间感到晕眩 如羽毛般上头 只能屈服 只能顺从 任由你摆布 到底是谁 到底有谁 能将我伤到体无完肤 想抓住你的手 让你看看已马虎的我 突然之间感到晕眩 如羽毛般上头 只能屈服 只能顺从 任由你摆布 到底是谁 到底有谁 能将我伤到体无完肤 想抓住你的手 让你看看已马虎的我 感谢观看